嗨,大家好,我是史金星 一般我跟大家分享我是谁的时候 我会用一个地理坐标来跟大家分享 我身在兰州 然后长在上海 然后学在北京 觉醒巴黎 试遍纽约 然后现在我的状态是游走双城 就是北京跟上海两地去进行创作和分享 然后呢,我是身体建筑师表演体系的创始人 同时我也是上海西纪学院表演系的一名教师 然后很高兴可以通过艺术作品 可以通过教育课程 把我的理念或者是我收获的礼物跟更多人分享 这个是核心理念 我们有一句核心语叫做身体建筑师 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的建造者 所以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方法的启发吧 帮助每一个人 帮助不光是职业的演员 还有普通的大众 通过身体的认知去成为一个有身体创造力的人 我觉得首先是真实的 然后呢,我觉得也应该是准确的 就是不光是真实的展现一个人的真实的状态 我觉得他应该作为一个演员 也可以把这个人真实状态的精准性 甚至是深刻性 可以用自己表演的技术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表演是打动我的 比如同样一句台词 那可能有些人只把这个台词 基本的意思讲出来了 可是有些人就可以把这个台词里 更深刻的东西 或者说更人性深处的东西 让你体验到 所以我觉得在真实上面 我还想加一个精准和深刻 很小的时候 应该是从六岁开始 就是参加像我们小朋友一样 都参加各种兴趣班 那当时呢,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爸爸妈妈都会报很多兴趣班嘛 舞蹈啊,唱歌,绘画啊 尤其我妈特别想让我发展唱歌 报了很多唱歌班 但是我自己可能就是 我觉得身体对我来说是一份礼物 我觉得小时候我就对她有感觉 所以我就去下班全翘了 就坚持上舞蹈课 所以其实六岁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参加不同的舞蹈班的学习 跟不同的老师 也参加不同的表演 那么到十二岁的时候 就正式开始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的学习 进入了上海市舞蹈学校 开始课班的学习 我一直说舞蹈是我的礼物 我觉得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 其实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礼物 我觉得我最大的礼物就是舞蹈 我觉得舞蹈最大对我的启发 就是帮助我找到了自己 就是我觉得在探索舞蹈的每一刻 都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了 我是谁和我能够做什么 这个做什么我觉得不光是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我身边的人 就是我能通过舞蹈通过艺术 为身边的人甚至说大一点 为这个世界我能做什么 我觉得在舞蹈的世界里 我收获了很多把它叫做礼物 所以当我在建构身体健入师 或者说当我在把身体健入师 变成课堂分享给每个人的时候 我会觉得是一个分享礼物的过程 把我在舞蹈的世界里 在艺术的世界里获得的这份礼物 进我的所能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特别的辛苦 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的 虽然我们现在国内学习的 很多表演方法 其实都是从西方来的 但是我觉得毕竟中国人 或者说东方人的内在的东西 还是跟西方人很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回到中国 我觉得是时间开始去主动的 创造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表演体系 去结合我们中国人的内在的品性 当然也去学习借鉴西方的技术 帮助我们去更好地打开自己 帮助我们去更好地建立 跟对手的链接 帮助我们去更好地理解文本 在无论是在舞台上 还是在荧幕上 去塑造一个更精准的角色 这倒不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不是说我不爱上海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这种地理变迁 一直是跟我自己的一个 我觉得是跟我的一个 专业的诉求是相关的 那像我去北京读书 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学习编舞 那编舞最好的地方在北武 所以就这样我就去到了北武 也不要有C语吧 学习完以后就留下当老师 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去进行创作跟教学的研发 那至于说为什么去到上C 其实我觉得很大原因是 取决于身体进入师 因为身体进入师也经历过一个演变 他其实最早是一个身体的训练 一个帮助舞者的训练 但是慢慢的我会发现 他的潜能不光是对舞者 原来他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演员 帮助演员通过身体 去找到一个更真实的表演的方式 所以也很幸运吧 正好上戏在广力招募人才 所以我就去市立市 所以就被表演戏给引进了 所以就这样我也完成了一个迁徙 从北京舞蹈学院迁徙到了上海戏 学院的表演戏 然后也正式把摄影进入师 作为一个表演体系 去建构和更多人分享 我觉得机缘就是因为 我觉得也要非常感谢我的老师 陈威亚导演 因为他其实是我本科四年的主科老师 所以当时我毕业以后呢 老师正好也正好就是被受聘于奥组委 去担任这个奥运会开幕室的总导演 所以因为也算老师的得力学生吧 所以他当时就选了我 去参与到他的创作作 去参与整个这个开幕室的这么一个创作跟策划 到最后的这么一个编排 就是动作的编排 到最后在现场的彩排和指导 我觉得压力对我来说 从来都不会让我觉得很紧张 我觉得压力就是一种很很棒的动力 所以我觉得能参与 首先觉得很荣幸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高于个人的一个 一个更高的一个创作 不光是说我想表达什么 而是可能这个创作本身更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 所以当时觉得能够参与到这个团队 觉得很荣幸 那当然我觉得也是有挑战的 因为毕竟也是在全世界人面前去展现我们的创造性 所以在创作过程中 其实最艰难的就是第一步 就是大家开创作会 去想创意 就像你刚才说的 可能这就是一种压力 但我觉得可能对于艺术家来说 我觉得就是这种压力 才能去不断激发我们的创造性 所以对我自己来说 我很享受这个压力 这个问题对于艺术家来说一直是很难的问题 因为其实艺术永远没有最 在我的观念里 我觉得永远没有最好 永远只有有没有进步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我比较看重的是我的艺术 我的每一部艺术有没有新的发现 而不是原地停留 如果一定要说我自己比较喜欢 我可能有两部我自己很喜欢 那一部就是活着就好 那因为那个是我刚从纽约访学回来 在北京创作的第一部作品 所以我觉得它也很代表 那个时候那个阶段 我对艺术的一个认知 或者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舞蹈剧场的形式 那么第二部其实就是 我刚刚在民生美术馆演完的一个作品 叫《动静之街》 因为我觉得我透过这个作品 因为参加这部作品的演员 也都是经过我身体经过 是训练的演员 所以其实我也通过观察他们的表演 让我对身体经过是做一个表演体系更自信 对 因为我觉得我通过他们表演看到了 这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看到了表演的力量 对 我看到了一个人在台上 在被观众注视的时候 传达的那种那么纯净 可又那么有力量的一种表演 我觉得我被他们打动了 然后我也对自己的这种探索更自信了 因为我相信身体经过是可以帮助人 去变成一个有力量的表演者 听起来好 很多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学编舞吧 我记得我第一天上编舞课 我们老师就说编导什么都要会 所以其实比如说音乐啊 影视啊 戏剧啊 文学啊 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 就是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当你听起来的时候 你就想听听音乐 当你听音乐的时候 你就想看看书 所以或者去外面看电影啊 或者或者跟朋友交流 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变成了 你生活中很自觉的一部分 对 我觉得 首先啊 我觉得我不是很有生活的人 当然我说的这个生活 可能要打引 就是基于 大多数普通人理解的生活 对 因为我觉得 自从我认定自己要去选择 坚持做一个职业的艺术家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生活可能就已经没法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了 对 那 但是如果用一个词去 去归纳我生活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习惯 我觉得是观察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是一个生活的观察者 我就是回到我的正常生活中 我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身边的 我叫做身边的每一个洞 对 不管是人的洞 还是自然的洞 还是一些物理空间的变化 甚至是一些我们看不见的 比如说这个人的内心的 比如说现在你在点头 我可能不光看见你的点头 我可能也看见你内心的感受 对 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里 我觉得充斥着我的生活的就是观察 观察每一个洞 而这些洞我觉得 会潜移默化的变成我的一种灵感 对 当我在创作的时候 我观察到的东西 储存在我内心里 大脑里的东西 好像就慢慢的会变成一种灵感 去很自然的进到我的每一个作品中 对 可能这就是我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 我觉得可能也有过两个阶段 其实我刚从纽约回来的时候 也跟一些艺术家 尤其是一些做新媒体的艺术家 合作过一些 我们叫做新媒体舞蹈 比如说把身上带上传感器 用身体的动作去传递信号 这个信号可能会改变图像 比如说后面可能是video 可能会改变图像 或者可能会改变声音 因为这些传感的信号 可能会传 会连接到这个 比如说音乐的合成器上 会产生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我可能轻轻的动 声音就是很柔和的 可能我很强的动 声音就是一个噪音 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直接的 直接跟技术合作 我现在会有一些变动 就是因为 因为其实技术 其实更多讨论的 比如现在最热门的 就是人工智能 那其实我自己会通过这个话题 反观我正在做的事情 因为其实身体健康师 在做的是非常人的事 对 我们在探讨的是 人实实在在的肉体 身体 和这个身体里藏着的 那个灵魂 或者说那个人的精神意识 对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面对科技的角度 反而是相反的 我不会去玩科技 我会去特别关注科技 再关注什么的 然后我去会关注 他关注不到的 对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到 比如他非常关注 科技材料 关注怎么造机器人的材料 怎么让机器人更有意识 怎么让机器人有意识 怎么让机器人 有更好的语言的能力 那可能我就会反过来观察 怎么让让我们的人 去更好的 在这么忙的一个时代里 去更好的认识到自己的身体 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身体 更好的去理解我们的意识 是怎么在身体的 这个媒介里去运动的 对 我觉得这是我现在 关注科技的一个态度 其实反而是反向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我们越碰不到的东西 可能是我们越能碰到的东西 对 可能我们没有资金 去做高科技 但是我们可以 从他里面去借鉴 他关注的 是不是也是我们人 现在缺少的 或者说我们人 正在缺失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现在 看待科技的一个方式 而不像以前 可能我说 直接去玩科技 玩这些科技手段 怎么样能让我的舞蹈 更好看 我觉得我现在 可能会 会更从理念 更从本质上 让我去思考 身体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 我对武器市场 还是乐观的 我觉得其实 就像买东西 经常会说 其实再贵的东西 都会有人买 是因为什么 因为有人需要它 和它确实好 所以我觉得确实好 是一个根本 那我觉得对于 武器市场也是一样的 可能很多人 会顾忌看不懂 但是我觉得 根本问题 还是没有好作品 所以我觉得 随着我们的创作 创作的艺术家的意识 越来越提高 当然加上 全民的艺术 大家都越来越喜欢艺术 所以我会对 未来的这个市场 比较乐观 我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 好作品出现 也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去欣赏 这些好的作品 对 所以 你刚才说的 可能是一个现状 但是我觉得到了 人的文明程度 越来越高的时候 可能它就会 越渴望一些 更抽象的 甚至更内心的东西 可能就会从现在 对一些搞笑喜剧 夸张的视觉的喜剧 可能就会出来 可能现在大家的 接受水平 可能只能停留在 这个阶段 但我不能去责备它 我觉得人的发展 是需要时间的 但我觉得随着 这个时代的发展 我相信它们会 越来越走进 更高雅的艺术 去欣赏那些 甚至挑战它们的东西 其实我在创作上 还是比较悲观主义的 其实我特别喜欢的 主题就是比较大 比如说人的生死 比如说我最近 在思考的主题 就是老人 就是老人的主题 对 我刚才说 我在生活中喜欢动 喜欢看动 尤其喜欢看老人的动 我特别喜欢观察 生活中 我见到的每一个老人 他是怎么行走的 他是怎么跟人交流的 对 所以其实 对 我的主题都比较重 比较沉重 比较大 对 但是我也希望能从 这些大的主题里面 看到一些 或者我这样说的 接地气的东西 就即便这个主题 非常大 非常抽象 但我其实可以 在这个瞬间 看到我自己的当下 通过这个当下去 让我更好地理解我自己 和理解我现在的生活 我希望能够把 身体健康师 这个比较体系 能够在专业的院校 去进行更多的分享 让能够去培养 更多的好的演员 那么当然 也希望能够 比如说在跟 中二文化的合作的时候 也能够通过 更多的平台 把身体健康师的理念 和方法 传递更多人 那么当然 另外的就是 因为我也是一个艺术家 所以现在也在 准备新的作品 准备新的作品 然后能够在作品中 去把我自己 关注的主题 和我对这个世界 这一刻的感受 去通过我的作品 传递出来 身体建筑师 每个人都是 自己身体的建造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